于书原本以为 景晨是在宫里不方便出来 所以接连几日都没有见到她的人 谁想到 她不是不方便出来 而是没有空去掺她 水云姑娘怎么好好的病了 于书神色如常地询问景晨 很好奇是什么病 比她断了手指头还要重要 景晨并未察觉到于书的不快 千天重云带我们游京城 水云一时高兴便贪玩到夜里 结果吃风着了风寒 当晚回去就发了热症 昨天才见好 于书嗷了一声 并未对那小师妹的身体表示关心 而是似笑非笑地询问景晨 怎么 你们前天出来玩了吗 为何没叫上我 景晨愣了愣 奇怪道 嗯 你不是说你有事不能来吗 温言 于书皱起眉头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我怎么不记得 你前天来找过我了吗 景晨点头道 那天我和重云出宫 到他的别馆去接了师妹 我便要去贺郎中家找你 他们觉得 城南城北来回的跑太麻烦 重云便派人去请你 可是你说有事不能来 哈 于书假笑了一声 按道 这可有趣 这几日他一直待在家里 除了贵六和老崔来送信 根本就没有别的人来找过他出去 却有人学了他的话给景晨听 这当中必是有什么猫腻 于书的态度让景晨觉出不对 他疑惑地问 怎么 不是你说的有事吗 于书笑了笑 没打算揭穿 哦 是没错 你就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我前天的确是有事 这话说穿了 没什么意思 最多景晨再去问刘潭 不过是多了一场解释 假如是跑腿的人偷懒 没有去找他也就罢了 假如是刘潭 故意没有派人去找他 想来也不会承认 哦 对了 于书聪明地选择了 跳过这个话题 你还要在宫里住多久 不是说你要搬到公主府去住吗 快了 公主府已经整理好了 只差打扫 那就好 等人出来了 他再找他就方便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 于书听到外边隐隐传来了鸡棍声 又看着日头生气 猜想是开了堂 他便站起身走到门口 竖起耳朵听了听前头的动静 扭头问寻了那两命 候在门外的差役 这是前面开审了吗 大理寺审案 就在公衙当中并不适中 更不许百姓入内围观 很是清静 差役说 开审了 姑娘等等 等到你们上堂问话时 会有人来传的 好 于书走回去坐下 对景臣笑道 听见没 开审了 我们再坐一会儿 于书没有打算和景臣套词 那谋害黄青的罪名 没了就没了 反正是他诬陷 然而季淮山道题和季心悬作弊 这是确确实实 他不需要说什么假话 他们也没跑 景臣比于书尔利要好的许多 他坐在这里 多少能听到一些前边大堂的金堂木响起 以及审官问话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突然正色的去问于书 这寻思舞弊的罪名如果落实 会如何判 于书答道 会受一百边刑 贬折为数名 发落出金外 一百边刑 那不是会打死人吗 于书貌似记得 景臣门派里对杀生是很忌讳 于是说道 放心吧 那鞭子戏得很 我问过薛大哥了 就是个疼 要打死人至少得两三百鞭子 景臣的眉头这才舒展开 他希望这些欺负过于书的人得到报应 但不愿意见人 因此而丧命 又等了两盏茶的功夫 景臣先被人请到前边问话 留下于书继续坐等 传证人 一扬于书上堂 于书被传上的前堂时 堂上刚刚审过一轮 他还没有走到门口 便看见了跪在地上的济家祖孙 两个人都穿着灰白的囚服 季怀山披散着一头花白的头发 戴着脚镣 背影勾搂 一如一个行江朽木的老人 身病气喘 昔日的威严荡然无存 季兴玄的头发 胡乱地挽在脑后 胡乱地用一根绳子系住 他那身单薄的囚服在他身上 趁着他身形消瘦的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哪里还有明满一阳城的 祭祀小姐本该有的风姿 他们两人听到于书上堂 身体同时一僵 却没有回头看 景臣并没有站着授寻 大理寺给他准备了一张椅子 问完了话 他就坐在一旁听审 而在他座位边上 另外一个人 正是代表了 司天间前来会审的少监任其名 除了刘潭不在 那天晚上 在司天间的人 差不多都到齐了 哦 还差了一个大提点 平大人 一阳余书带到 坐在正堂上的是本案的主审 朝中二品大员 大理寺卿郭淮安 寻思舞弊的案子常见 何况是到了大盐室和科举并行的时候 作弊被抓到的学生也有不少 纪淮山这起案子 若只是寻常的舞弊 则不必郭淮安亲自审问 交给下边的人便行了 但是由于牵扯到谋害皇亲 这等谋逆大罪 皇上特意下令严查 才有了他主审 啪 堂下何人 郭淮安现年五十三岁 体态微胖 别看他生了一张白脸 面相又和善 实则是出了名的铁面无情 五年前安陵城有一桩大案 四公主的驸马爷 醉酒骑马 才死了一个孕妇 一失两命后 扬长而去 下边府衙不敢声张 草草的了爱 让那驸马逍遥法外 谁知道那个孕妇的男人 到大理寺击鼓鸣冤 生生的挨了五十铁棍活下来 郭淮安当日受理了此案 查明真相之后 第二天就让人到公主府 把驸马爷绑了回来 开堂审讯 谁的面子也不满 最后判了驸马爷绞刑 以死张法 震惊了整个安陵城 后来就有人戏称他为白炎罗 既是美誉又是魏贤 学生虞书叩见大人 虞书自称是学生 免了跪拜 就以拇指相交 躬身行了一礼 他微微地抬头 看了一眼 坐在一旁陪审的薛瑞 他今日穿着板正的珠红纱衣 腰索黑格 头戴乌宗 额前的冒颜上 坠着一颗方孔白玉 眼观鼻 鼻观心 那仪表堂堂的样子 却让他看了有些不顺眼 薛瑞也正在看着虞书 没有错漏 他那一眼流露出来的不爽快 叠在膝上的两手拇指 绕了两圈 将笑藏到了眼里 他就知道他爱记仇 没那么快忘记 虞书 虞书 本官问你 这下边跪着的两个人 你可认得 郭怀安问道 虞书扭头看了看低头跪在地上的祖孙二人道 认得 这位是斯天坚右判 纪淮山纪大人 另一位是纪家四小姐 纪新玄 接下来就是一番问答 郭怀安还没有审理到纪淮山大言道题一罪 先过问的是 仅沉在回京的途中遭人陷害 中途遗失了黄霜石 后来在纪新玄手中发现等事的经过 虞书有一句答一句 该无赖的地方还是无赖 但是他并不指明纪家同逆贼有所牵连 是因为薛瑞事先提醒过他 今天审案的这位郭大人精于审讯 说的太多反而不妙 郭怀安问话的过程当中 纪淮山和纪新玄谁都没有插话 等他答过后 郭怀安再去复问他们 两个人才口成冤枉 纪淮山说了几句便咳嗽连连 纪新玄接着他回答 郭大人 小女子不敢说半句虚言 道子所有的那块玉石 的的的确确是我无意中捡回来的 若不是少监大人指点 祖父于我也不知道这是宝贝 大人若不相信 就问问我身边的丫鬟云和 我在一阳城捡到这块玉石 回去便拿给他看了 按照时间 道子那时还未遇害 想必是无意中丢失了此物 万万不是事后从什么贼人手里得来的 这一切都是误会 纪新玄倒也聪明 明知道有景臣这个道子帮着榆书做假贡 所以他不说是榆书诬赖他 只说是误会 传四女云和 郭怀安让人去传 纪新玄的丫鬟上堂 因为指认的证人和作宝的证人 并不在一处候审 所以之前虞书和景臣在侧堂等候 没有见到别人 云和带到之前 郭怀安先是询问了任其名 证实了纪新玄的话 又再次向景臣求证 他那枚黄霜石 究竟是何时遗落的 我只是记得 离开郁阳之前 黄霜石还在我身上 其余的就不知道了 景臣微微地垂下眼睛 说了谎话 隐瞒了他当初将黄霜石交给余叔 结果被他弄丢的事实 郭怀安倾诉景臣途中受难 失了一场记忆 就不再过多地问他 大人 继府侍女云和带到 继新玄的大丫鬟云和 云书并不陌生 转头扫了一眼 但见对方两眼红通通 恶狠狠地盯着他 似恨不得上来咬他一口 云和 你可认得此物 郭怀安示意差异 将一只托盘送下去给他看 上边放着的 正是前几日 薛瑞问余叔 要去做物证的黄霜石 为大人的话 奴婢认得 这个玉石是去年 我们小姐回香石捡到的 因为这石头模样 别致好看 小姐就留下来了 郭怀安仔细盘问过云和 对这案情心中有数 知道这勾结逆贼 谋害黄青的罪名 太牵强不能定下 便将话锋一转 搬起了脸接着问道 那他是如何又到了 盗子和鱼姑娘的手上 本官问你 你如实招来 你们小姐可是拿着 这颗黄霜石 去交换宝泰十二年 云华义子 心向一颗的考卷 死言一出 明显是要开始追究 纪淮山道体一案 公堂之上的气氛立变 虞书扭头看了看 跪在地上的 纪家祖孙 眼中冷光一闪 纪星玄的大丫鬟云和 被郭怀安问道 这黄霜石 是否是被纪星玄拿去 同虞书交换了 云华义子的考卷 眼神仓皇了一下 便飞快道 回大人的话 什么云华义子的考卷 奴婢听都没有听说过 奴婢只知道 那石头是在小姐逛街的时候 被人偷了去 啪 大胆奴才 本官面前也敢撒谎 郭怀安面色严厉地 拍下了手中的金塘木 吓得那云河浑身一震 低下头 硬着头皮道 大人冤枉 奴婢不敢扯谎 郭怀安先是不理他 将目光转向了虞书 虞姑娘 你来说 你是如何从纪星玄的手中 将黄霜石锁回的 虞书早等着开口 这便上前一步 正色道 颖大人 学生实不敢瞒 去年十一月 大研会考在即 我拖了一位在太史书院念书的朋友 带我混进了藏书楼中 恰在那里遇到了祭祀小姐和另外一位书院的女学生 因太史书院有明文规定 严禁外人入藏书楼 我怕被他们瞧见会连累朋友 就躲在角落中 想等他们离开再出来 谁知道他们两个人翻箱倒柜 虞书先是一五一十地讲述了 他是如何得到 夹在历年考卷当中的云华义子的卷子 并且无意中看见了纪星玄 戴在身上的黄霜石 而后才说起 他换回黄霜石的经过 那黄霜石虽然是稻子所有之物 但那时他失去了记忆 到底不知道是怎么落在了别人的手中 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不能当面去找祭小姐要 但我又知道此物对稻子来说十分重要 需要尽快找回 便想到了要用那份卷子去和祭小姐交换 郭怀安皱着眉问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应求这份考卷会同你交换呢 这道题之事本未私密 你当时又是如何得知云华义子的那份考卷 便是今年大言试题的 虞书苦笑道 回答人的话 学生一开始并不知道那是今年的考题 只是那天在藏书楼看到他们着急着寻找 就以为是重要之物 再后来又听朋友说起 这一子考卷是独一份的收藏 加上曾有大提点亲自出题 亲自批改的旧例 才联想到 这或许是今年的一道考题 于是便试探着 匿名写了一封信送到祭小姐手上 声称我手中有她要找的云华义子的考卷 约她第二天的中午到昆元街的长春访交换 结果那一天她果然前来应约 我并未露面 而是写紫条 让她将黄霜石放在一个老乞丐的讨饭碗里 趁乱取走了 同时让稻子将那份卷子交到了祭小姐的手上 郭怀安转头去问景臣 稻子 你是亲手将令尊当年应试的卷子 交到了祭小姐的手上吗 说到这里 又提醒了众人 景臣的身份 这也巧了 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父亲西年的考卷交给了别人 正是 我还记得那天下雨 我带了斗笠遮住脸孔 将藏有考卷的雨伞交给了她 景臣如实地回忆道 一直跪地不作声响的季星悬 这时候突然抬起了头 脸色有些难看的看向景臣 是也想起了那天她雨中递散的场景 当时她以为是一片好心 谁知道今日静置他们于死地 她转头看了看堂上众人 竟没有一个能帮他们说话的 而昨日答应了她会元首的七皇子 却不知为何还没有露面 深感今日是走投无路 落魄至此 再看到站在她面前 那曾经是寄人篱下 无依无靠 如今却衣冠楚楚 堂堂入室的余书 除了曾物 再没有其他 沟洶室的余书 请不èmes 要孙夜